大家好 我是幸福人妻手記的Irene 講回我自己作為一個媽媽 我有兩個兒子 一個就快十一歲 一個就八歲 其實我自己做了全職媽媽 都有七至八年 在我自己成為全職媽媽之前 我從事教育工作 我是一位中學教師 這也是我自己從小到大的夢想 成為一位教師 在我教了幾年學校之後 然後我就結婚了 就有了小朋友 在生完小朋友之後 其實自己的身體情況 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當時就幻想了甲狀腺功能抗進 簡稱就是甲抗 不可以說一個很嚴重很嚴重的病 但它是一個比較需要長期去服藥 和需要休息的一個病 它最主要就會令到個人會暴瘦 吃很多很多東西但都會很瘦 和內分泌基本上都會失調 我很記得當時我大小 大約一歲左右 我當時都還在餵母乳 亦都是因為甲抗 我就要馬上吃藥乾劑量的藥 無來就要被迫放棄餵母乳 那時候亦都跟先生商量 先生都很支持我 不如你不要再工作了 暫時全心去休養 可以照顧小朋友 陪伴小朋友成長 於是在那時候就正式踏入了全職媽媽的道路 當我做了全職媽媽之後 才發現原來做一個全職媽媽 真的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 我覺得尤其是時間分配 而且自己的心態的調節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自己都比較年輕去生小朋友 所以都會有面對著一件事很掙扎 就是覺得這麼年輕就沒有工作 接著就去照顧小朋友 其實雖然我自己很享受 過程我非常享受這件事 因為我本身是很喜歡小朋友的 但都會想會不會對於這個家庭是沒有什麼貢獻 或者自己以前所讀書 學下來的知識 是不是好像沒有一個勇武之地 但幸好我先生就很支持我 他也經常都開解我 他會覺得你不要覺得 做一位全職媽媽是沒有貢獻 你也是對於這個家庭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而且小朋友這個時間是很需要你的長時間陪伴 這些回憶是將來你會覺得很珍貴的 很多時他這樣開解我之後 我會覺得其實也是 當然現在回望回來 也覺得這個決定是很適合的 大約到了我大兒子要讀小學的時候 忽然之間他有一天跟我說 媽媽我已經長大了 你不用再整天這樣照顧我了 你去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事 我當下聽到他這個說法 我突然之間好像醒了 覺得我兒子為何好像成熟了這麼多 他會開始為我設想 我也開始想一想 已經經歷了幾年全職媽媽的生活 是否也是時候重拾自己一些所謂的夢想 或者是興趣 慢慢地發展了 我就開始走上這個創業的道路 創業的過程當然是有一個很長很長的故事 由全職媽媽走到去創業這個道路 其實當中也有經歷過一些的掙扎 其實心情有點像當初去捨棄自己的工作 再去做全職媽媽 我相信每一個階段都會經過一輪的掙扎 或者一些心思熟慮 當初要再轉這個崗位的時候 其實自己最大的一個基本 當然是家庭 因為兩個小朋友其實都更小 又在這個時候我先生又出現了 有一天早上我很記得的 睡醒的時候他就很認真地看著我 就跟我說 他說 老婆 其實我很了解你的 我知道 將來兒子大了 你會有一刻突然醒覺 會覺得自己好像什麼都沒有 不是說你不喜歡跟他們一起 不是說你不享受照顧他們 而是你會覺得自己好像有些弱有所失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現在有什麼想做 你就去做吧 然後我覺得這個人真的很了解我 可能給我自己更加了解我自己 真的覺得當有一天我現在很投入照顧他們 他們也很有回饋給我 但他們都會長大 他們都會有自己的生活 那時候我會怎樣呢 我會不會覺得很失落呢 可能其實我也會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自己投放了很多心力 或者很多感情下去 所以就是有我先生這句說話 即提湖罐頂 他點醒了我 我就覺得 嗯 好 我就鼓起這個勇氣 去做我自己心目中想的那個品牌 去做吧 於是就開展了Water Soup這件事 最大的得著反而我覺得是小朋友成熟了 在我再投身自己的事業之後 他們會知道媽媽要忙了 媽媽未必好像以前那樣 真的隨傳隨到 以前他們可能在家裡叫一聲媽媽 那我真的飛撲過去 或者是很多東西都可以幫到他們 那適逢這個時候 他們就真的會自己好主動 或者自動自覺去照料好自己 甚至乎還照顧我 都會很多時間問我 你吃了飯沒有 或者是你夜晚不要再這麼夜睡 因為很多時候我在研發湯的味道的時候 我都是等他們睡覺 跟他們講完故事 看完功課之後 那我就晚上 就自己一個人夜難人靜的時候 在廚房裡默默地試 然後煮 試味 其實他們都會知道 翌日跟他們說 他們都會很擔心 其實你夠不夠休息 你都要顧著自己身體 這些都是我以前未必會想到 原來我兩個兒子都已經這麼成熟 忽然之間好像大了很多 很獨立 這個其實都是我經歷身份的轉換 去創業之後 覺得一個挺有趣的意外收穫 最主要就是兒子的一句說話 他就說自己已經長大了 就可以叫我媽媽去做些你自己想做的事 另一件事就是我都想將自己過往學了的 一些攀飲的知識 營養學的知識 健康的知識 放在一個屬於自己的品牌裡面 為什麼最後會選擇一些比較特別的口感 即現在是比較Fusion的這個湯品 健康之寶為什麼不選燉湯或者中湯 是因為我留意到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小朋友都會有偏食的習慣 我自己小朋友小時候都是 譬如我小時候是不吃西蘭花的 我那時候想了很久 西蘭花這麼有營養 又經常出街都會吃 他不吃都真的不太好 於是自己就用西蘭花 再加上其他食材 去做一個西蘭花湯給他 從此之後他不單止接受西蘭花 到現在他差不多九歲了 他都說西蘭花是他最喜歡吃的蔬菜 我發覺原來食物的威力是可以很大 原來我們只要花一點心思 改變食材原有的形態 其實都可以令到小朋友改善這個偏食的習慣